在维吉尼亚州一个社区的街道上,一棵巨大的雪松就是民众们的许愿树,许多写着心愿的纸和标签用绳子挂在树枝上,它是人们停下来思考,希望,梦想的地方。 许愿树的概念是由苏珊·谢尔曼在2016年发起的,初中是希望这棵树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,且在人们心灵上最需要安慰与寄托的时候带来巨大的鼓舞,并且帮助人们保持希望,期待和梦想来勇敢活下去。 至于为何要发起许愿树计划,苏珊·谢尔曼表示,灵感来自于去洛杉矶时偶然发现了一棵许愿树,这棵树上传递的信息以及这棵树的天然美都深深地打动它,因此它决定将这个概念带到3000英里外的诺福克。 苏珊·谢尔曼补充道,当时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,奥兰多的POSE夜总会又发生了袭击,紧接着是法国的另一袭击,世界仿佛被阴暗笼罩着,人们开始变得不知所措,因此人们需要一些信念。 来展望未来,在许愿树发起的第二天,出现了两三个愿望,之后的第二天又有了更多,这棵许愿树逐渐成为居民们传递思想的地方,而现在许多人的愿望都关乎新冠病毒和种族歧视抗疫。 苏珊·谢尔曼表示,了解其他人的愿望和想法能够让人更富有同情心。 当下新冠病毒大流行,种族平等运动愈演愈烈,同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,人们都需要相同的一些东西,比如爱、和平和友善。 而这个悬殊就是希望人们的这些美好心愿都可以一直传递下去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